好 这个端午廉价就要到了 总搞不清北部粽和南部粽的差别 不知道去哪个才好 不过收风箱客属会就特别聘请讲师 来为民众教学如何制作客家粽 150名的乡亲是热情的来参加 也让大家在端午节吃粽子又多了一个选项 在活动现场来了许多婆婆妈妈每一位都身怀绝技 而这次的主办单位收风箱客属会 在理事长张仁俊以及争取预算的县议员林平阳 他们第一次认真地学习如何包粽子 不过比起竞选期间高举粽子的心情更是紧张 举办这活动是希望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 然后让大家能够体验这个过节的这个气氛 过年没有包一下粽子很像不像过年 那平阳常常在办这动物节活动 但是都没有实际下去包这个粽子 因为包粽子其实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实际下去包没有那么容易啊 平阳也非常佩服我们在座的各位长辈啊 那今天很感谢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我们也感谢我们张仁俊理事长 每当节日的时候 那都非常的辛苦 这一次我们是分三个提示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也很感谢我们刘总干事啊 的用心 讲师透过教大家粽子的做法式步骤 做出香味示意 口感绝佳的粽子 除了学会粽子的做法之外 粽子的加热和保存方式也要多加注意 要确保冷冻解冻再加热 才能够保存粽子原有的风味 把包粽子的技巧学起来 和家人朋友一起欢度 端午廉价 客室会棒不棒 棒 记者林杰 收风箱采访不到